一個靠左一個靠右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那個84改成0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 1插入那個文字類的函數裡面找到TEST 第二步的話按下確定 但是他會有兩個問題要問你 哪兩個問題呢 第一個Value Value就是說你要給我一些資料吧 什麼資料 我就給你84 第二個問題的話 Format Format是格式 TEST就是格式化的文字 所以以後看到TEST就是文字的意思 那你要格式化成什麼樣的文字 這邊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你就給他文字 文字一定是雙以後 開頭雙以後結束 這個叫文字 裡面跟他講說呢 我要三個阿拉伯數字 三個數字 數字呢 格式 記得用0 0就是表示一個數字 兩個數字就兩個0 那我要三個數字就三個0 那你會發現呢 在 這一個 公式的後面 你會 多看到一個就是 我輸入的是84 經過這個Format test 格式化文字之後 它會變成 文字 所以 經過TEST這個函數 它主要就是 我給一個數字 經過我給它的格式之後 它自動幫我產生變成文字 它主要的目的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按確定會怎麼樣 按確定 好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剛才你把它改 改成文字改回來 不然的話 又變公式出現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變084 那同樣的 如果你今天給的是什麼 給的是H4的話 像我向右填滿好了 它就007了 那所以 其實如果用同樣的方式 那我當然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 放到哪裡呢 放到前面這邊來 我就可以 AND 然後呢 把它加個TEST 當然你 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 TEST 或者是如果你不熟這個方法 一樣你可以按前面的插入函數 他一樣會幫你把函數插入到這邊來 所以一樣 你就把這邊找到TEST 他一樣會幫你把那個TEST放在這個公式前面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你的Value給我一下 我要給你的是84 請你幫我把這個84變成084 所以呢我只要告訴你說我要3碼 3碼的話就三個0 記得前後加雙引號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要4碼就4個0 意思得一推 OK幾碼就幾個0 大概這樣子OK 按確定 好那你會發現 084出來 而且公式比起剛剛REP更簡短 一個就好了 像剛剛要需要REPT 再加LEN 那LEN又要用3去減 太麻煩了 這個 一下子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 函數呢 相對於剛剛的 那個REPT相對簡單 後面一樣 你就不用再做一遍了 你就把F4後面的這一串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貼到後面 貼上 Ctrl V 然後呢這邊把它改H4 再打勾一下 這樣的話呢向下填滿 點亮一下 哎 去大公告車 所以